马来西亚发现高危神秘传染病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六十人 世卫组织已经派专家消毒前来协助 有医生建议大胆尝试 利用一种名为MD5的新药 等等 单位 没信 干什么 现在我悬赏一千万美金 不敢凶手持生至死 我一定要把他承治于法 这不是自杀 是谋杀 继新加坡 印尼 以及越南之后 香港也出现了首宗兵力 李永勤 马来西亚来 我们是泄密者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为战者的面具 让世人看清楚用唐衣抱着的种种恶性 现在做这种越来越危险 去揭露那些不公义的事 随时都会没命 准备一亿美元数的女友啊 如果连他都出事 那我张日山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 没意义 那通常呢 那些防匪啊 会直接联络人质的家属 去拿那些赎金 但这次却不同 他们先联络了警方 他们转移视线吧 把我们搞乱 寻找真理 一定会有牺牲 你不用那么大蛙物 你相信他吗 他没有证据 我现在就放上了 看有没有人信 到此为止 别再错下去了 他知不知道 你是邪力者 我自己啊 也谢谢你 在我时 cor开